惠美音箱 国货之光 实际上是个填坑视频 就是填了有将近两年前的一个课 两年前拆松下单放机的时候 说要拆这个音箱 结果这么一拖就是两年 今天是新月来潮了 但也算是它倒霉吧 这个先别测音质了 先看一下货重量 他们都测音质了 咱们直接测重量 目前体重17.8公斤 1公斤 然后咱们找个对照组 对比一下 对照组平衡车的体重12.8公斤 等于是音箱比这货重了10斤 然后继续 必须是音箱了 咱再听个响 OK 我现在把这俩和我接到一起了 最简单的节法就是通了一个垫 然后他俩对家有根线 目前这个高音和低音都是在中间位置 我把这个低音调缝点 主音箱 会为D1090 这它型号 然后 这是主音箱 这是附音箱 这时候可以看到 它是四根线进去了 这个也不能叫技术 这个行为叫双音双线 也是个比较良心的行为 实际上两个单元用三根线就可以带动 供电 八字口 两路模拟输入 然后一个光纤 还有这么一个都输入 下边开关电源 然后一辆旋钮实际上还是个编板器 它可以无休止的一直旋转 下面两个是有纤维的 有点脏 你看这个位置灰尺比较多 所以我们日常就是这个音量 然后前面部分 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状态指示灯 通过不同的颜色 告诉你目前是什么输入 OK 灵魂部分 然后里边还有好东西 我刚才发现了 这里边有个硕大的变压器 所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 同多少钱一接 然后有这么一块棉花 目测不是黑心棉 简单说一下这几组线 这个220的进去 然后通过边压器 两组交流电压出来 这个是侧边的按键和前面的指示灯 是个排插 继续高低音的接线 不过这个 很一看它不是实木的 它不是实木的 首先两组供电进来之后 分别进到两个整流堆 然后分别的滤波出去了 滤波是国产日明的电容 我现在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做成两组电源 可能是从源头上把高音和低音分开 我不是很确认 芯片放在这下边看一下 首先主板上是一个单独焊接上的蓝牙模块 高通的CS2 型号A64215 两年前的产品 所以说它只支持到蓝牙4.2 然后继续往下 是它主护部分 是个一法半导的单片机 这时候就出现很奇怪的情况 因为这颗蓝牙芯片 它本身是具备一定算力的 它是MCU 它本身有80兆赫兹的算力 应该是这个蓝牙芯片已经不足以支撑后面其他单位协调工作的算力了 主护是它 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就会高出来了 这时候传授给你们一个人生小技巧 首先用半导小新 可以插出来这个软件的白皮书 白皮书里包含它的资料 还有一些运用方案 这个我们之前都接触过 然后是它 帽泽电子 它可以查询到这个东西的价格 进去之后 首先要把它设置成中文 然后货币设置成人民币 继续给你搜索得到的结果 去选择一字不差的变号 OK 这时候包含出来了 如果是买一个的话 它是48块钱 如果买3000个是24块钱 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解到他们这个成本 但实际上更重要的用途是 如果我们去维修的话 买这个零件能花多少钱 或者是我们要修某个东西的时候 对方如果换这个零件 它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我们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半导小新查芯片 这个是查价格 这个羊那个羊是 是我学说脏话用的一个软件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这是一个德州仪器的零件 型号PCM9211 制造厂商德州仪器 说明音频发送器接收器收发器 是一个输入信号的路由转换 单个购买的话41 买250个29 然后继续往下 中央部分有个小的东西 型号PCM5242 也是德州仪器的 它是一个输入膜转换器 然后帽子电子看一下它的价格 别看它小 但是它很贵 单买一个的话是88块钱 买的多的话是53块钱 音频竖模转换器 然后继续往下是它的功放 也是德州仪器的 型号TAS5754M 然后这个德州仪器的音频放大器 单价36 买了2000个 20 别看它个大 但它不是很贵 然后看一下规格 有它的白皮书 这边有它的白皮书 还有规格 规格它目前只支持60万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能判断出 它应该是高音单元的功放 反面这个应该是低音单元的功放 首先它需要很大的散热 刚才那个散热片 就是和它配合在一起使用 但是它的这个型号我没找到 各个软件都没有找到 下面是3255 上面是9BTTI 音频部分大多数还是德州仪器 后面这个没形犯 但大概率也是德州仪器 主控一反半倒 还是比较下雪本的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有个名牌 你以为它是个名牌 实际上它另一个作用是 隐藏别看器螺丝用的 宝贝 输出两组 一个是33伏7.2M 一个是15伏1.83M 是这组线 然后型号D1090 这个型号和这个音箱的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它这个变压器是针对于这个音箱定制的 然后继续拆前面的发音单元 发音单元是在这个面板下边 我看目前又遇见平静了 我以为这后面是螺丝 结果把这打开之后 它后面并不是螺丝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分析出来 前面这个面板是粘上去的 粘上去的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 这有可能就会报废 这就很为难我 我上天猫查了一下 这款音箱在辉威奇店店的双十一特价 是不到2000块钱 虽然现在像把它拆废了 我还真是有几分心痛 秋盖师 秋盖师救命 就这个玩意儿 咱有能力用石木做到一模一样的外粉出来吗 尝试 目前是板子的压缩板子 想办法用石木还能做成一模一样的 前面这块故意就保留不住了 这是塑料的 这部分是塑料 甚至用石木前面的造型也能做出来 问题不是很大 问题不大是吧 问题不大就拆了 那我拆了 哪怕有问题了 我最注意能落一个单声道是吧 对我拆这个 首先是擦这个第一男员 猫眼 他们专业人员管这个叫猫眼 你别说啊 真挺猫眼 手气按来一下 哇 他这很硕大啊 这个东西 依旧不是黑心棉啊 他这个是为了抑制第一 所以说我们拿石木做出来这么一个玩意儿 真的不是很难啊 真的不是很难 所以呢 所以说暂时别装过去了 不要小看这些国内的品牌啊 就像这个慧薇的印象真的很不错 我小时候就知道他 很小很小的时候 而且你看现在做过设计用量 全套的择住仪器方案 这边这个大变压器也是定制 扬声器 也很沉啊 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下 vaccination啦 righteous уч可 橘子 然后 徹事 �ies benim 簡直 二